哈囉 大家好 我是磚砍玩遊戲頻道 那麼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 在我心目中前十五名強的蛇魔隊伍 請注意喔 今天的影片排行 請供參考 只是我個人的想法 那今天的排行呢 我們將用五種的指標來去評分所有的隊伍 包含是平砍、生存、回血、你有碰到解盾 那不一定評分低的隊伍就弱喔 每一隊有各自不同的缺點 也有適合打的關卡 但是如果是整體指標越高的話 代表這個隊伍的基礎體質是越好的 那如果說有任何不同的想法 也都歡迎在這部影片底下留言提出 我們可以理性的討論 那今天的影片呢 有一個評分標準喔 在這邊大家可以看一下喔 那包含這五個能力呢 我們將會做出對於卡片最終的一個評價 就話不多說 我們就開始今天的評分 第十五名比內西 一張卡片的特色就是 他血量有二十萬以上 所以生存能力算是還不錯 但除此之外呢其他的素質就沒有那麼好了 尤其是他的平砍 非常仰賴血量 你必須生命力全滿才能夠揮出最大的一個輸出喔 那你可以搭配他主動技能來回血 甚至喔 那你可以用血量美滿這件事情 來搭配秘兒 達成無限的減CD玩法 並且比內西他的副隊長通常會搭悲迷哭 組一個特殊流的玩法喔 所以比內西整體的強度 其實沒有想像中的這麼弱 解受隊成就還勉強可以的 第十四名天原無卡 這張卡片的特色在於 他的生存能力非常的強大 搭配他的龍科、彩虹、螺旋之力 可以達成無限擋死的玩法 只要敵方沒有擊碎龍科 你就可以一直擋死一直爽 不過這隊的平砍在現今環境來講 就比較普通一點了 常駐70億以上的平砍 大概是給到三分的一個平砍分數 並且這隊只有一種組法 所以他面對的敵方技能能夠解得盾牌有限 所以整體來講喔 並不是這麼的全面 所以這邊就只給到14位的一個強度 第十三名洛達翼 這張卡片就是有解妖精成就 才會用的一個隊長喔 整體的平砍偏低 生存力算是還不錯喔 他有這個護盾 可以讓他擋下約9萬左右的攻擊喔 那解盾跟牛棚也就相較普通 其中最有特色的帶就是回血了喔 可以解易補盾 不過整體而言玩這隊非常吃手轉 要常常的消五連擊的倍數 所以如果你手轉夠好 妖精牛棚夠的話 其實這一隊還蠻能夠挑戰你的手轉實力的 第十二名 Zero 2 這張卡片有解木隊成就 我才會使用他喔 那這張卡片他的特色來自於 他的血量算是偏高 整體組起來有10萬以上的血線 那解盾跟牛棚也都不錯 尤其是牛棚他可以帶木隊機械跟人類喔 牛棚真的是蠻大的 更甚至他的回血可以 呃 直接靠他這個監距來回滿 所以整體而言 玩起來算是還不錯的一個木隊隊長 但是 他的圍圈 你看他的平砍實在太低了 一進場約只有10億左右 所以他會需要疊行動值啦 或者是仰賴 像是鐵扇這種OP的隊員 來把他撐起平砍的強度 第11名 炭治郎 這一隊的解盾跟回血都還不錯 尤其是解盾能力 炭治郎自身的主動技能 就可以解好幾種盾牌 在變身的當下 甚至還有固定的版面 變身後 還會有這個一消的能力喔 所以炭治郎不當隊長 當隊員的價值也是非常的高的 不過這隊缺點就是 太綁定迷豆子了 有帶迷豆子整隊才有額外的減傷 那如果少掉這個減傷 整隊的血量只有4-5萬左右 所以生存能力就會變得非常的不夠喔 那如果沒有妹妹迷豆子的話 整隊的強度大概只有T2而已 有了妹妹迷豆子才能夠到 第11名的強度喔 那不過他還有另外一個缺點 也就是一路場平砍偏低 而且非常仰賴水珠喔 如果說只有一組水珠的話 平砍只有大概10億左右 非常的少喔 那本身牛棚呢 也是非常綁定合作系列啦 或者是人類喔 所以牛棚也是偏窄 所以整體評分大概是16.6分 大概位居11位的強度 第10名 聶索1 這張卡片雖然說是非常冷門的黑金隊長 不過只要你的光神光妖 牛棚足夠強大 他玩起來還是光隊前幾名的強度的 本身血量正常組會有10萬以上 非常的不錯 並且在解盾方面呢也可以靠這個隊伍技能 觸發更多的解盾能力喔 那他主動技能呢 開關的話就可以到達5個以上的附加效果 可以讓整隊有一個最大的輸出 不過這個是優點也是缺點喔 這隊平砍相當仰賴常駐增傷 至少得開1個以上的常駐增傷 傷害才會明顯的增加喔 那這隊就很怕這種附加效果消除的敵技喔 所以這張卡片我會覺得 牛棚夠玩起來強度是絕對有的 第九名星矢 這張卡片的基本數值還算不錯 從平砍回血到生命力 都是現在符合及格的一個標準喔 甚至還能夠有常駐的高combo 那比較唯一值得一提的是 他的解盾能力非常仰賴吳小強喔 但吳小強本身就給你很多的解盾了 所以在目前來講 通關大部分的關卡不成問題 但是這也是缺點喔 他的組隊非常的限縮吳小強 所以在牛棚上面可能就不是這麼的廣喔 如果你真的硬要組飛舞小強的其他系列的話 他的血量就會掉 那生存能力就會受到挑戰喔 所以整個星矢現在評分起來 整體的強度還是在前十名的 第八名悲鳴狐 這張卡片是現在非常好用的速刷隊長之一 他的血量超高 而且解盾能力也超多 他可以常駐的無視固定combo 到無視黏斧甚至到無視三屬無數盾 所以在速刷方面相較有優勢 不過他的缺點就是 他的回血實在太不理想了 直接光靠轉珠色沒辦法回滿血的 你通常是要靠他的主動技能或吸血的一些技能 來去回血 再來他的平砍在現金環境也是偏低喔 甚至他還有這種手銷一康的限制喔 所以在面對這種數字盾啦 就會解盾起來比較辛苦喔 不過他的牛棚很強大 他可以帶龍跟獸 那龍跟獸有一堆變態的隊員喔 所以即使在面對這種手銷的限制 他仍然能夠靠隊員來去幫他 解決這種敵方技能 所以整體來講 你的龍獸的牛棚夠強大的話 在現金玩起來 還是非常強勢的一個速刷隊長 第七名吃油 雖然他的光芒有點被最近新出的隊長給蓋過去了 不過他仍然是神族目前最強的隊長之一 尤其是他這個強大的解盾能力 加上他的全牛棚的特性 所以只要你卡片夠多夠強 我覺得這張卡片還是可以撐一陣子的 不過他的缺點就是 他的平砍在現金環境來講 真的是偏低囉 不到50億的平砍 所以這隊非常仰賴很強大的強助增傷 除此之外 他的生存能力呢 正常組大概只有5、6萬啦 包含這個減傷勉強夠用啦 所以你可以搭鐵酒牛 來把整隊的血量撐到10萬以上 那就可以符合現金比較厲害的一個血量水平了 那灰血的部分只是比較普通一點了 所以整體來講 雖然吃油雖然說 逐漸的下滑了 不過還是在整體環境 第七名的一個強度 第六名烏瑞亞 這張卡片跟吃油的定位差不多 一樣是全牛棚 不過有一些細項是不太一樣的 比如說 他的生存力是比較高的 他的基礎血量隨便組都有10萬以上 甚至到平砍 不用仰賴常駐增傷 他都能夠有50億以上的輸出 比這個吃油穩定許多 不過他的解鈍能力是比吃油還爛了 回血的部分則是跟吃油差不多 一樣都正常值之上 所以整體而言烏瑞亞算是 自家我認為蠻好的一個隊長了 第五名克洛伊 這張卡片可以說是超級強的獸隊隊長 本身平砍接近百億 甚至到血量也接近15萬 那牛棚他可以帶獸、龍、妖 那光是可以帶龍竹 就知道他的強度是不弱了 那比較可惜的是 他的內建減隊能力沒有很多 那再來是他只能手銷 所以很多的盾牌 你可能要靠隊員去減 但整體而言算是很強大的自家系列了 第四名秦皇 秦皇在這次前減後 可以說是重新登機 找回之前霸主的地位了 在吞併指定的卡片後 甚至可以來到兩三百億的恐怖平砍 在生存力方面 組這個紋龍系列 甚至到可以到15萬以上的血量 加上他常駐的減傷 生存力也是相較的OP 那在牛棚的部分則是比較限定一點 只能組紋龍啦 或者是以魔族為主的系列 那在解盾能力呢 也比較普通喔 常駐基本上沒有什麼內建解盾能力 所以蠻靠隊員去解盾的 那還好啦 這個紋龍跟魔族 本身就帶有蠻多的解盾能力 所以這隊會隨著你紋龍跟魔族的牛棚 越多而越強 第三名客魂 這張卡片最恐怖的來自於他的血量 正常組有40萬以上的血量 可以說是現在最狂血量隊伍之一了 他本身比較偏魔隊的玩法 你可以透過他的高血量來洗技能 那他大概常駐增傷開一開 也能夠有平砍50億到百億以上喔 那本身牛棚呢 主要是偏龍族的一個主法 那解盾力呢 也非常的仰賴他這個主動技能 只要開三車之後 就有非常多的解盾 最有特色應該是這個反手消盾牌 那這個就可以解很多的菊霸盾了 那回血的部分則是這隊比較的弱勢 他非常仰賴隊員的主動技能去回血 有那種可以直接回血的 那或者是吸血的這種 可以幫助客魂來常駐的回血 所以整體玩起來呢 只要你龍族牛棚夠的話 通關下來90%以上的關卡 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第二名 綠谷 這張卡片最誇張的是他那個平砍喔 一進場不開任何常駐增傷 就有機會百億平砍以上 甚至他在主權合作還有10萬以上的血量 那10萬的血量就算囉 他開他主動技能還可以一直擋死一直爽 所以他的生存力也絕對是現今環境的定標 他的解盾能力呢 常駐也這個無視黏斧啦 無視風暴 甚至到無視固定連擊 無視工錢 內建一堆的解盾能力 所以也是很扯的一個隊長喔 那本身如果要雞蛋挑骨頭的話 那大概是他的牛棚只能組合作或是全人 所以牛棚相較比較窄一點 那回血的話也是非常仰賴這個木耕光珠喔 所以一旦卡木耕光或盡消木耕光 回血上面就會受到挑戰 所以整體來講喔 是非常誇張的一個隊長 第一名莉莉絲 這張卡片第一名應該是完全不意外吧 畢竟他所有數值都受到現在的頂標規格了 他平砍一進場有百億左右 甚至你開啟共鳴模式可以到兩三百億以上的平砍 他解盾也內建超多喔 甚至我覺得不用帶隊員都可以解超多G8盾了 那本身牛棚也是全牛棚喔 那回血的部分 是要一組十顆的珠子可以額外的回滿血 甚至整版互相兼具 所以正常消珠也直接回滿血喔 那如果說要雞蛋挑骨頭的話 大概就是血量生存能力比較不足吧 因為整隊組起來大概只有十萬左右的血線 那他沒有額外的減傷啦 也沒有額外的擋死的能力 所以在生存上面可能就稍微扣一個0.5分啦 所以整體的評分是絕對接近滿分的 那現在來講大概就是神魔最強的隊長了 最後來推薦一下你看過這部影片嗎? 40分鐘一口氣講完神魔劇情 從一風王到十一風王以諾趴他的全故事 還沒看的朋友趕快去看 我做了很久拜託了各位 除此之外還特別將影片錄製成CD 永久的給大家收藏 以及一套以諾趴塔的紀念勳章 限量50柱瘦完為止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請到影片底下的連結購買 謝謝各位 好的那麼以上就是今天的神魔強度排行啦 那先說這是我個人的想法喔 所以如果說你有跟我有不一樣的看法 也都歡迎在這部影片底下留言 我們可以一起理性的討論 那也別忘了在離開之前給我們一個讚 讓我們更有動力 製作這種全字幕的精緻影片 也別忘了按下訂閱按鈕 我們現在正在從40萬元的訂閱 謝謝大家 我們下部影片見 大家掰掰 訂閱按鈕